不给特朗普面子 给拜登打预防针 哲联斯基向全世界宣布 自己不是傀儡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元少 在很多人看来 乌克兰战争若想尽快停止 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美国停止队伍军援 最近就有消息称 拜登政府默许一些退休的官员 以俄罗斯方面进行非正式的接触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创造机会 此前特朗普更是放话 一旦他当选美国下一任总统 就能在24小时内 结束乌克兰危机 其潜台词 无非就是让乌克兰放弃领土 或者以朝鲜战争的模式 结束乌克兰危机 如果泽连斯基政府 真的是美国魁力的话 似乎乌克兰危机结束的钥匙 就在美国总统的手上 虽然没有人否认 美国对乌克兰军援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以为 泽连斯基会在结束战争的问题上 听美国的 那就大错特错了 今天我们有必要分析下 泽连斯基政府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底线 以底气 分析下美国是否有能力 结束乌克兰危机 答案是 美国这么做 可能得不偿失 近日 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拜登可以用放弃乌克兰领土的办法 在五分钟内结束俄乌冲突 但是基辅不会同意 针对特朗普24小时结束乌克兰危机的说法 泽连斯基才表示 特朗普在其任期内 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24小时时间 但是什么也没做 可观点说 现在的乌克兰危机 如果泽连斯基政府无法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采取朝鲜战争的模式 结束战争就是唯一的选择 这种模式就是签一个停贷协议 然后实现长久和平 但是这在泽连斯基看来 就是在出卖乌克兰的领土 他甚至否定了美国能决定乌克兰危机走向的可能性 当然拜登政府公开的表态是 乌克兰危机如何解决尊重泽连斯基政府的意愿 美国会一直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战争所需要的支持 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是否有办法来结束乌克兰危机呢 答案是还真没有太多的好办法 首先 不放弃领土是乌克兰的主流民意 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的结果 如果美国力压乌克兰放弃领土 等于自己的摧毁美国的世界领导力的行为 这是得不偿失的 也不得不慎重考虑的 所以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 只要是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来看待乌克兰危机 就不可能施压乌克兰放弃领土 当然停止对乌克兰言证 让乌克兰战败接受损失领土的事实 那是另外一回事 其次就算乌克兰军队因为缺少美国的事实而战败 也是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国家的一次集体失外 这个冲击同样是美国无法接受的 但是否军援乌克兰的目的上 美国根本就输不起 或者说他们已经投入太多太大的赌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美国一旦施压乌克兰放弃领土 必然会导致美国与欧洲关系的破裂 美国放弃军援乌克兰 不等于决定之一政府会扛不住 但是等于美国失去对乌克兰的掌控能力 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 欧洲国家会继续帮助乌克兰打下去吗 或许还真有这种可能 因为这场威胁的本质 还是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恐惧 美国虽然是乌克兰威胁的最大拱火者 但是并不等于拿到了停止战争的钥匙 只要哲联斯基政府要坚持打下去 就算没有美国的支持 他也会打 只要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感到害怕 就不得不支持乌克兰 哲联斯基在这方面确实投铁 总体而言 哲联斯基一定会想办法争取美国的军援 但并不等于乌克兰就真的是美国的傀儡 只能说双方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俄罗斯若想结束这场危机 那么还是想方设法在战场上打赢 才是最好的出路